10万订阅 就差你一个 大家好欢迎收看龙哥的解盘节目 我是Cathy 我是钟哥 节目开始前 记得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然后再来就是跟上家族 要怎么跟上家族呢 请大家拨打电话好吗 你跳这一趴太快好不好 我都来不及准备 请你拨打02-7725-1500 或是你可以填写影片下方的表单凝结 都可以跟上我们 那如果你觉得非常害羞的话 那不妨也可以加入我的群组 用私讯的方式呢 你都可以跟着我们 只要跟上我们的话 我相信呢7月 两个假日 我们赚了几根掌停板 9根 对这9根 我相信呢 你绝对是赚得到 那这9根掌停板呢 我们都是提早买进 提早布局的 而且我们都有分享在这个古墓奇兵 分享在我们的解盘音 甚至我的群组都有跟大家聊到 所以现在请大家不只要做两件事 除了你按赞 留言之外 更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加入我的群组 来的小老鼠 BBA5820H 那Telker呢是 by17168 请大家先把这两个群组做个加入 另外呢 这边要跟大家预告的是呢 我们明天呢 有一场直播 对就是每个礼拜三 每个礼拜五 礼拜五 明天也是你吗 对还是我 对我觉得跟这个直言大家非常好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上周五跟大家聊到 这里呢是反弹第一天 结果你可以看到 反弹第一天 大家就是马上开心的两天 昨天开心今天也开心 所以这个直言 直言你要一直录到 录到行情反转 你才可以下课知道吗 没问题没问题 他有答应大家 所以请你记得 明天要来参加我的直播 同时呢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 你今天开始留言 我们明天就越早 越早回答你相关 明天一早就帮你回答问题 对那你等到最后才要来的话 那我相信呢 你可能会错过蛮多的机会 就比如说我们上周 直播有跟大家聊到 有一档AI AI伺服器干预股市市场上蛮看好的 你记得是哪一档吗 是齐鸿 不是 错了 对相公一次 哇 上周真的是你跟我搭直播 双鸿吗 完了太多了 太多了 我在上周直播的时候 有特别跟大家聊到 刚好有人提问这个问题 他问我计价看法 对 想起来了 对他问我计价看法 那其实我也很坦白跟大家讲 我不会 我不会长一手或是什么的 你只要有问题 我们都会秉持着一个最真的看法来回答你 那当时有人问到 技嘉这一档 这种歌也没有盖牌啊 也没有combo啊 我就跟你聊到 市场上最看好的AI概念股 目前来看的话 有滑星光 四九七九滑星光 再来是什么 二叉叉叉叉叉叉叉 就剩二三七六的技嘉 那今天呢也供到这个掌厅 所以请你记得 我的直播 请你从头到尾都要参加好吗 那这边就请大家开始做这个动作 你有什么问题 赶快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们明天呢都会回答大家相关问题 那昨天有好朋友聊到这个 四个问题 这个是同一个好朋友 那这边这种歌只想挑一个出来讲 这个出来讲呢 这个我们是 对我们 我们就是喜欢这种人家来称赞我们的感觉 好不好 他跟这种歌讲说 龙哥的反弹第一天 真的是提醒的好及时 这真的是没有什么 对 我们就是 就是真金白眼的盘感好不好 我们从二月二十二号提醒你 这里会走一个主生断行情 那在六月三十号跟你聊到 反弹第一天 这个直言当时也在场 所以今天是连两天上涨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真金白眼的盘感 其实什么叫做真金白眼 就是用钱在输你的盘感 所以请你要相信我们 而且持续跟着我们走下去 我相信呢 持续跟着我们做好这个部位控管 做好这个风控 我相信最后你都会看到东西 转到钱 对你都会看到东西 因为我们是秉持着大赚小赚的原则 那再来是 郑哥有一件事想 私底下问一下这个子彦 是 昨天你有不舒服吗 昨天为什么 对 因为他说我一直 一直亏妹妹 她以后就不来了 不会啦 所以你很舒服吗 这 哈哈 对 来我们来继续回答问题 对 好 对在这个是不能聊太神 这聊太神可能就要被迷吐了 对所以请你赶紧跟上我们 那来到今天呢 那来到今天呢 我们总共 呃总共其实这种费也不太会算 应该是19档吧 直接这边是 这边是不是19档 是19 对我们总共呢 有19档股票 获利供三成 没错 这是19档股票 那已经开始在拒布局 接下来的第20档 这20档到底是谁 待会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其实呢 这19档获利供三成的个股 其实他不是就刚好三成而已 其实他有的是已经涨一倍了 就像奇红 是 伟创 秦城 三档股票 获利一倍 那接下来我认为双红呢 也很有机会赚一倍 因为双红目前已经来到了 90%了 所以我认为很有机会可以跨过 赚一倍这个门槛 那下一档会是谁呢 请你要好好的跟上我们的 到底会是谁呢 好期待啊 不用期待 不用期待 直接打电话进来 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021500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聊到有9档股票涨厌漫 昨天超过格子 今天我们稍微熟练一点 不然每天都超过 这种歌也是蛮烦恼的 因为 对 因为赚太多要担心 担心我们的安危 你可以看到 这个婉轮已经两天不来了 对 他不知道 不知道是赚得太开心了 还是 还是被 被 被绑了 没有 不会 没事 我记得婉轮是 目前有点 身体 身体出了一点状况 那过几天就会来了 那这边 我们帮婉轮集气一下好不好 大家在底下留言 跟婉轮说加油 对 加油 然后祝福他早日康复好不好 是 因为他大概过个几天 就会回来 身体 女生嘛总是会有一点小状况 其实这种状况也很多 请大家给我一点祝福好吗 那这边呢 你给我们一个祝福 我会继续帮大家抓药 我们帮龙跟按个赞 这个都是对龙哥最大的祝福 最大的鼓励 对 是的 没错 我很需要大家的赞 只要你帮我把按赞数 冲到100以上 接下来你想赚几根掌停板 我都会帮你完成 现在就请你做一件事 把这张图给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 你每天开始去做个许愿车的动作 我觉得你开始付出这个行动 你的梦想才有机会 不然的话 你只是在想 如果早知道就可以怎样这样这样 我觉得那个都是多的 你就开始付出行动 跨出第一步 你差有机会赚到这个掌停板 所以明天谁会掌停板 后天谁会掌停板 7月我们要赚几根掌停板 请你赶紧拨打电话好吗 021500 我们赶紧看一下 到底是有哪几档股票 首先先看到6月26号 我在群组跟大家聊到 中哥很关心的这三档股票 这档股票是2XXX 再来另外一档也是2XXX 再来另外一档是4XXX 真的是非常老舍 那到底是哪几档 就是4979华星光 今天再次亮灯公道掌停板 那我们在6月26号 趁着震荡去做过局 那目前已经来到40%的获利 那这投票你可以看到 我们不是买在低档 但是中哥也没有带大家去做追价 我们是利用量缩震荡 拉回没有破地的时候 去做买进 其实你要买在低档 过去我也常常跟大家到 你要买在低档 其实有时候需要你运气很好 比如说你常常扶老太太过马路 或是做非常多好事 因为低档通常都是只有在持续破跌 但是如果他要涨上来 趋势已经成型了 我们利用量缩震荡 拉回没有破地的时候 所以华星光已经顺利的涨上去了 那另外就是2XXX2376 这个技嘉目前也是 今天也是亮灯工涨停 创了一个新高 那我们在6月30号的时候 趁着震荡回到月线 经常去做布局 其实这一波 这个技嘉这一波 这一波这一波 其实中哥感到蛮恶丸的 因为这里 其实几乎是涨了 应该五六十%有 那这一段 中哥坦白讲没有做到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布局 红红二人组啊 我们在布局比如说这个星星 或是布局一些采光店 那这档股票我们没有布局到 毕竟资金是有限的 但是我一直在犹豫他 什么时候会回档 那好不容易等到这里 终于等到了 这里有个量缩震荡 我们就进场开始去做布局 那有人会说 那为什么不这里 经常去买进去 那中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这里进场去买 我认为你很容易因为短套 而开始把布位给洗掉 因为这里追高很容易形成短套 那短套你有压力 有压力 你就把它给clean掉 但是如果你是回撤 回撤支撑去买的话 我相信呢 就没有太大问题 那另外就是323也为创 今天再次亮灯涨100 我们今天就不亏这个职业了 我们好好的跟他聊聊 好 买1000万 这边赚117% 是 可以赚多少 我们给你5分创的时间 不用那么久 1170万 所以这种哥对你还是很友善 对不对 对 谢谢龙哥 那500万可以赚多少 等一下啦 500 500 550 有这么少吗 好啦 585好吗 585好不好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伪创 这种哥为什么特别跟大家聊到 伪创赚多少 其实你记得一件事 从现在开始你要记得哦 从现在开始你要去判断一下 到底谁是真的AI概念股 谁是假的 这是会非常关键的 因为现在呃 在这主身段行情在5月的时候 几乎是假如碰到AI 股价就先涨再说嘛 对 但是接下来 谁真的能吃到AI的单子 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那你可以看到六 呃 我说六月是赚赢的这个Q1 那每股呢是赚0.6块 如果我们把它抓个 抓整数算0.6好了 在接下来 在接下来 每个月都可以赚0.6的话 那一年可以赚多少 赚多少 6636 3.6 一年一年只有六个月吗 哦 好 哈哈哈哈 哇哇 好我们 我们我们不亏子验 一年可以赚7.2块 好 7.2块如果我们抓 20倍本一比好了 这边股价是要来到140块 那但是有一些个股 如果没有拿到AI单子 我认为股价很有可能 就会开始打回原型 所以现阶段 要请你好好跟进我们的节奏 因为我们绝对是 这波AI伺服器的最大赢家 因为我们不止伪创 我们还有这个技嘉 我们还有什么秦城 还有红二人组 双红七红 这边是一档接一档大涨 所以我们是对AI伺服器 最了解的一个行家 那这里要请你好好跟进 因为很多可能你买错股票 可能就可能开始 就做一个大幅度回撤 那我们就密切来追踪一下 到底呢使得营收 会往上大幅度成长 我相信呢 这里很快就会有答案了 所以你要好好盯着盯着 盯着到底会有哪些个股 那另外一档股票涨停板 就是2402的一家 那这档股票 跟这个AI比较没有关系 它是比较偏向车用的 那这档股票呢 其实我们没有跟大家做公开分享 先跟大家说声抱歉 但是呢 这边其实我觉得 我们每一档公开 其实也蛮对不起我们家族成员的 所以如果你想赚到 我们每一根涨停板的话 其实你拨打电话会最快的好吗 027251500 那其实呢事实上我在这六月的时候 大概六月中的时候 我有提醒大家 你要开始留意 AI以外的产业趋势 那当时我特别跟大家聊到 车用题材 那2402的一家 今天就供到这涨停板 那804%的得胜呢 今天是持续大涨 大涨7%左右 那我们这边呢 获利呢已经来到20% 那同样 从6月26号买进 到今天 其实呢也才花你 大概一个礼拜时间而已 一个礼拜时间 我们帮大家赚到20% 那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 22月的这个见准 见准今年是大涨的 大概也是一个礼拜时间 帮大家赚到20% 所以Lucky7 7 我认为全年上涨几率 最高的月份之一 同时呢上半年上涨10% 下半年上涨几率是百分百 我认为这里你要好好跟紧 我们来好好的冲刺绩效 上半年你如果来不及了 没关系 下半年还有机会 我认为呢 今年的行情 你只要逮到几波 我相信了 你这是 这是赚的 可能是 you say sale 也不一定 那这边呢 其实我们是 最早跟你聊到 AI伺服器 因为在3月那时候 大家都担心说 营行会不会爆雷 大家担心说 行情会不会崩盘 那甚至当时的主流 大家也不是在看AI伺服器 大家在看什么 军工 或是 或是在看一些资安 那当时的确是很强 没错 但是他们都忽略了 台湾呢 是靠硬体的 不是靠软体的 所以资安什么鬼啊 这边你要去找的是什么 有哪些是真的可以吃到AI伺服器大单 那么当时从3月到现在 一路的帮大家挖化石 那我相信这些概念股 今天光宝科 又在大涨 那甚至情城 情城到今天呢 已经赚一倍了 那建筑呢 今天是持续大涨 我们参加它的出席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腰股呢 是一档接一档 那双红呢 我们一张都没有卖 跟红 跟这齐红一样 我们一张都没有卖 为什么 从没有到有的题材 是我们最喜欢的 所以我们一定会把它 把故事看到最后好不好 故事看到最后 这鱼尾呢 才会大尾 所以呢 请你来好好跟紧我们节奏 那我们赶紧快速跟大家聊到大盘 约230跟大家聊到 这个是结账的最后一天 约230是结账最后一天 也是反弹第一天 那可以看到 加权指数呢 果然往上涨 那往上涨的过程中 其实它还是在一个区间形态 没有太大改变 那我过去有跟大家聊到 7 8月 这除旋席 点数增8 加权指数 你要看它大涨创高 本来就不容易了 嗯 所以它大概会像个麻花卷 这样子 在那边 是扭来扭去的 那重点 你把 把这心力呢 放在个股上面 我觉得这样子 你会比较有机会赚到钱 那在这里呢 众哥会开始去留意 我们一再跟大家聊到 从今年年初跟大家聊到 光学尽头 那我认为这个族群 应该就快要来了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 好好的追踪 呃 怎么追踪呢 027725 1500 027725 1500 除了光学尽头之外 还有一些隐藏版的 这个AI概念股 我认为它是实际 有拿到单子 那到底是哪一档 赶紧跟上我们 想要跟上龙哥 第二十档 互利公三成的股票吗 赶快加入龙哥的群组 或是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那还有记得明天的直播 还有每个礼拜五的直播 呃下午3点3 3点半 是 对 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或是明天参与我们直播 也可以直接跟我们两位一起 一起互动 是是是 好那今天的龙哥解盘 就到这里 那我们拜拜 拜拜 sayonara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制根本 在德实地则房产业 旅财周刊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旅财周刊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